那現在也有很多建案主打 耐震宅 抗震宅 治震宅 甚至還有雙治震宅 但是要注意喔 有一些建案只加裝少量的治震裝置 就稱為是治震宅 實際上根本沒有什麼減震效果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貴哥 歡迎來到貴哥來開獎 貸款有好事 延續六大買房須知 我們從抓預算 選區域 介紹到挑房型 接著我們就來分享探戶重點 很多網友都會問 買房子應該看過多少間房子 再來決定會比較好呢 有些人認為至少要看個二三十間 可是也有人看不到五間他就決定買了 其實這個沒有標準答案 不過貴哥會建議 第一次買房子的首購組 至少要看個十間左右 千萬不要倉促做決定 多看看就可以多累積經驗 那在進入實地考察之前呢 你可以先列一個需求清單 把你覺得這個房子一定要具備的條件 跟加分條件都列出來 這樣可以幫助你在看房子的時候 更容易做篩選 接著貴哥就帶領大家 一路從房子的外觀 看到房子內部的細節 在影片開始之前 如果你是第一次來到我們頻道的朋友 記得按下訂閱 開啟小鈴鐺 之後我們會分享更多關於房地產 以及理財知識的影片喔 那就開始今天的主題吧 看房子第一步 當然就是要看 這棟建築物的本身 也就是建材 它跟結構的部分 房子使用的建材 跟它的結構設計 都會關係到你的居住安全 它也會影響到你的居住品質 首先我們來講解結構建材的部分 你如果去看建物登記成本 上面會有一個欄位叫做主要建材 意思就是說 你買的這個房子 它的結構是用什麼建材 現在大部分的建築物呢 都是使用 RC SC 或者是SRC 工法來建造 不同的建材 它的施工方式跟營造成本 也都不一樣 那所以買哪一種比較好呢 這個問題後面貴哥再來解答 首先我們帶大家來認識一下 這三種建材的差異 第一個就是RC 它是先把鋼筋煮好 再用煩泥土去包覆 由於RC的造價成本比較低 加上台灣的技術發展成熟 目前大部分的中低樓層住宅 所謂中低樓層就是20樓以下 當然是用RC為主 它具有防水 防火 而且隔音效果好的優點 而且因為混泥土比較硬 所以地震來的時候呢 大樓的搖晃程度會比較小 但也因為是硬碰硬 所以如果遇到強震的話呢 可能就比較容易斷裂 但不是說RC建築不能助人喔 因為它是可以透過結構補強 抗震設計的措施 來強化安全性的 第二個是SC 干骨結構 就跟字面上的意思是一樣 它的結構主體是用干骨材質來做的 那因為干骨的延展性比較好 所以地震來的時候呢 雖然搖晃的幅度會比較大 可是它可以抵消地震的水平作用力 反而是比較耐震的 不過因為SC的造價成本很高 一般住宅不太會用 比較常用在高樓層的商辦大樓 那高樓層就是大概30樓以上 第三種是SRC 鋼骨鋼筋混凝土 它結合了RC跟SC的特性 所以呢 耐震度 隔音效果都會比較好 造價成本也介於兩者中間 但是呢 SRC的施工難度比較高 平管要求也比較高 這些都是會反映在你的房價上面的 那回到剛剛的問題 RC SC 跟SRC 哪一種比較好呢 其實並不是建材越好就越安全 建築的施工方式 工程品質跟強化措施 都會影響到房子的安全性 接著我們就來講建築物的抗震設計 台灣剛好在斷層袋上面 時常會有地震啊 所以有些人買房子的時候 會特別在意房子的安全性 那現在也有很多建案主打 耐震宅 抗震宅 製震宅 甚至還有雙製震宅 那到底這是什麼意思呢 先來講耐震 或者是有人講抗震 它是指建築物的主體結構 能夠承受的地震強度 那它使用的建材呢 結構設計 混凝土棒樹 還有鋼筋的捆綁方式等等 它都會影響到它的抗震能力 台灣在921大地震之後 有重新修訂建築物耐震設計法規 根據各個地區的地形 地質條件跟建築用途 制定耐震係數 這也是為什麼大家都會說 最好買921地震以後蓋的房子 因為基本上都能夠承受5級強震以上 那建案廣告講的 耐震建築是什麼意思 就是指這個建案可能提高了建築物的耐震能力 比如說這個地區的耐震係數 標準值是0.24G 那建商就去強化它的耐震設計 把它提升到0.3或0.4G 代表它可以承受6或7級的地震 接著來講製震 或者叫做減震 就是在建築物的骨架上 加裝可以吸收地震能量的裝置 目的是降低大樓的搖晃程度 提升居住的舒適度 製震裝置的類型有很多 包括製震壁 協稱式製震柱 阻尼器 還有檢力牆等等 講一個大家比較熟悉的例子 台北101大樓上面裝的球形物體 就是阻尼器 它可以降低高樓 因地震強風產生的搖晃感 不過一般住宅是不太可能裝這種東西 因為製震宅通常就是加裝製震壁而已 但是要注意喔 有一些建案 只加裝少量的製震裝置 就稱為是製震宅 實際上根本沒有什麼減震效果 規格還是會建議大家 可以請建商提供證明文件 例如說結構設計圖啊 抗震檢測報告 或者是說直接選擇口碑好的建商 第三個我們來講 價格最高工法最複雜的 隔震宅 或者叫做免震宅 它的做法就是在建築物的底層 或低樓層的結構柱 加裝隔震電或者是隔震器 來隔絕掉大部分的地震能量 簡單講就是它把高樓層的結構 跟地面或者是低樓層的結構 隔開啦 那因為隔震建築的施工難度比較高 維護工程也非常麻煩 以住宅來說 目前只有豪宅 常有可能會用到隔震工房 另外不管你是買預售屋 還是中府屋 你都可以去查一下 房子所在地點的地址環境 比如說附近是不是有斷層帶啊 還有土壤液化潛視區的等級 但這不是說在這些地方的房子不能買 還要看建物在蓋的時候 有沒有做強化措施 如果你的房子在中度 或者是高度土壤液化潛視區 你可以去確認喔 它到底有沒有符合以下幾點 第一 2000年以後 根據建築物耐震設計法規 蓋竹瓦的建築物 地下室有三層以上的建築物 第三是採用 磚基礎的建築物 第四 樓高不超過三層 而且是採用 法式 或者是板式的基礎建築物 第五個就是 基礎座落在非易化 地層的建築物 前面介紹的兩種 跟居住安全有關的觀察重點 你可能會覺得太專業了 一般人很難看得懂 或者是覺得 房子都已經蓋好了 是要怎樣看 沒關係 我們還是可以從 建築物的外觀 來判斷你住的房子 到底安不安全 不知道你有沒有注意到 以前的房子都是方方正正 但現在的房子呢 外觀設計是越來越特別 其中最有名就是 台北新地區的 陶珠影園 但是呢 在追求美麗外觀的同時 我們也要考量到 房屋結構的安全性 接著就來講地震時 比較容易受損的建築形狀有哪些 第一我們先看平面 避開大L或大T 大U型社區 因為地震來的時候呢 轉角處會承受比較多的 擠壓跟拉承 容易產生裂縫 造成建築物倒塌 像台南的圍貫大樓 它就是一個大U的字形 再來就是看垂直面 最好就是避開 頭重腳輕的建築物 比如說 上面寬 下面窄的建築物 因為這種建築物的重心會比較高 你遇到地震就很容易倒 還有呢 就是外觀裝飾太多的大樓 可能會增加建築物本身的負擔 甚至有裝飾掉下來的風險 另外你要避開又細又高 或者是又扁又高的建築物 因為呢 可能會重心不穩而倒塌 那你可能會問 那所以第一樓層的面積越大越好囉 其實也不完全是這樣喔 如果上下樓層的面積差異太大 例如上面的樓層突然縮進去 那連接的部分也容易產生裂縫 所以呢 規格會建議你選擇 外觀方正結構對稱的大樓比較好 最後我們到現場看房子的時候呢 也可以多留意建築物的外牆跟良處 如果出現 F型或V型的裂縫 代表結構可能有局部受損 需要再做補強 再來就是要注意一樓挑高 或者是懸壁式建築 會因為支撐力不足 軟腳倒塌 像花蓮的統帥飯店 它就屬於懸壁式建築 即使已經做過結構補強 但可是因為抵的不夠 最後還是抵不過牆震而倒塌 另外也要注意旁邊的建築物 如果呢 距離太近 高度又差很多的話 地震來的時候也可能會碰撞而損毀 以上這些就是跟你的 居住安全息息相關的 建築物觀察重點 貴哥來開講 貸款有好事 我們下次見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記得幫貴哥按個讚 也歡迎把我們的影片分享出去喔 有任何貸款問題 歡迎加入好世代官方LINE咨詢 也別忘了追蹤好世代的IG 會不會回到焦在旁天 想要是 讓